好 現在夏天到了 大家都知道要多加的補充水分 但是如果說已經補充水分了 卻還是感覺到很口渴 這時領孔腸科風濕免疫科呢 就特別提醒了 可能要注意會不會是有這些疾病的產生呢 第一個就是乾燥症 因為如果免疫系統攻擊 淚腺還有皮膚以及鼻腔 都容易感覺到乾燥 再來就是要考慮是不是跟自律神經有關 或者是腎臟疾病 主要的原因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因為這個唾液分泌不足 就會進而導致口乾舌燥 再來第三點就是要看到 是不是跟這個甲狀腺抗靜也有關聯呢 因為呢代謝失常所需要的水分就會增加 如此一來的話也容易感覺到非常的口渴 最後就是也可以考慮 要想想是不是有可能也跟糖尿病有關 因為如果血糖不佳的話就容易導致口乾 而所以醫師也特別提醒了 如果已經補充了水分 但是這些症狀都還沒有改善的話 最好就要盡快就醫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字幕仔綽ance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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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咸 按